我的专业是服装表演 从初三毕业的每年暑假 我都会打工挣自己的学费 就是做销售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可以得到什么 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心诚所致 心识为开 因为我相信只要想做 就一定可以做到 2 3 4 陈静 18岁 江苏人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 服装表演专业 大家好 我叫陈静 今天18岁 来自江苏 但是从小在北京长大 毕业于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服装表演专业 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子 我很喜欢笑 因为我相信爱笑的女孩 运气不会太差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我想求得一份 关于销售类的工作 我希望自己今天依然好运 也希望各位老板 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谢谢 陈静 你好 陈静的身高是 1米72 因为是学服装表演专业 所以咱们上来聊聊身高 18岁 对 找什么急出来找工作 就是因为我 就是接触社会比较早 然后呢 就是社会对我的信力太大了 然后心不踏实了 就在学校坐不住了 你什么多大就开始接触社会 12 15岁 15岁 对 那会应该是上 初中 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干嘛去了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 就是做销售 就是卖衣服 卖衣服 对 那不能因此就说 我就 我就 我就要 就爱上社会了吧 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 还有就是物质要求都挺高的 然后我如果 我觉得四年大学生活 对于我来说 就是比较浪费时间 你对自己什么物质要求挺高 就是我要在30岁之前 买到自己喜欢的跑车 30岁之前 买到跑车 对 你买到玩干嘛呀 我就比较喜欢车 邵刚问一下他喜欢什么级别的跑车 法拉利还是美人宝 还没有那么高 宝马就可以了 宝马的Z4就是差不多了 对吧 这个目标太小了 还有12年 你12年就困一个宝马 可以定高一点 这样这样这样 咱焦点好行不行 咱焦点踏实 好不好 所以你想干嘛呢 找工作 对 是找工作 你找什么样的工作 找一个可以给我 靠谱的未来的工作 好 技能呢 就是销售 因为我做过销售 但是 但是 陈静啊 你知不知道今天的销售 挣多少钱 就是 看在什么样的公司 做什么样的销售 你想做什么样的销售 就服装啊 什么都可以 家具也行 都可以 做过功课 做过准备吗 对这些企业 比如说伊利诺伊 你了解过吗 不是特别了解 好 卖伊利诺伊 你带着一份 特别精美的画册 咱们有没有上门的那种 有 对大客户 有 我们都用iPad 好的 你们 你带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画册 要上门 去赵导公司 听说赵导最近 需要一个好的办公桌 你就上门了 拿着画册 开始 赵导您好 我们老总特意让我来跟您道喜 什么喜事啊 我们听说您又新办了一个办公室啊 对 我听说还挺豪华的装修的 还没装呢 我觉得先显家具在装修 因为要根据家具的风格在装修 那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这款的这个桌子 非常适合您 不是你没抱着桌子来 你带着画册 这个画册上的这个桌子非常适合您的办公室 也非常适合您 我觉得这桌子太简单了 我这么大年龄 搁这么线条简单的桌子不太合适 那我们这还有别的款 看您有没有别的喜欢的 这块也非常适合 谢谢 你注意啊 其实赵导已经相当怜向西域了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了他很多的信息 他专门提到了线条的简单 于是给了你定向了 你应该在线条上多聊多做文章 来各位 到了你们提问的时候了 销售 玉明 陈静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但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不是找工作的问题 因为你很年轻 其实大学的教育 其实特别重要 但你其实缺失了这部分 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价值观 我觉得就是你刚提到 比如说跑车 还有房子 其实你这个时候 是应该有无限 就是这种想象的空间 这种梦想的时候 不应该更多的一些物质 没有 其实我那个创业 创立伊利诺伊 最初的那个想法 就是想买一辆跑车 所以我倒觉得 女孩子物质点 我觉得也挺现实的 没什么不好 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去挣钱 我觉得这事应该鼓励 陈静 我看你的简单上写到 你获得过2012年 世界超级大赛的一个奖项 这个奖项 有给你创造过一些机会吗 就是我参加这个是 2012年世界超级模特大赛 北京分赛区的一个奖 它属于选美大赛 有个姐姐 一个评委 她特别喜欢我 然后呢 她说她特别喜欢我笑 然后呢 勾了一张名片 后来我们就有联系 她说她现在在做一个选美学院 她想让我过去帮她 当她的助理 这样 就是会有人给我机会 对 我就是意思 因为在一些选修比赛 获了奖之后 你会获得一些机会 那你为什么没去呢 她是选美 关于选美那方面的助理 我是要做销售以后 也要自己开服装 我要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从最近大公司 从最基础的销售 开始做机会 对我以后有帮助 陈静你的目标是 以后要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对 我以后要做生意 孝刚 陈静把销售想得太简单了 真的孩子 真不是这样 一个好的销售 他从他的各种知识的 这个积淀 真是后继勃发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 包括对你的客户的了解 程度不够 或者你的各方面的知识 积累的不够 你成为不了一个好的销售 谢谢旭如兄 来 这样 咱们12位先做出来一个判断 陈静是屈是刘 甲哥 面铭离开 旭如 杜魁 戴柯斌 杜子健 五位离开 七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你当时初生毕业 就上了中专是吧 服装学校 对 当时怎么想的 当时应该有很多选择 高中啊 对 对 这个 因为我从小啊 就特别有明星梦 就问妈妈 那电视里面是怎么进去的 从小老师问我想干什么 想当明星 然后呢 就是后来有一个机遇 找到这个学校了 然后呢 有服装表演这个专业 然后呢 我去面试老师也要我了 然后呢 就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去了这个学校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追这个梦了呢 这个行业 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好混 所以呢 我选择更适合我的 你今天来参加飞影幕的时候也是来实现你的梦想的吧 我不是我外找一个好的工作 你看啊这样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自己要 认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行业 因为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职业是当一个演员 中间吃再多的苦 说再多累我都不怕 我甚至我觉得自己是个门外汉 没有像他们其他演员是经过中西或北电 几四几年的这种科班训练 我是完全不懂的 我只能靠自己的一厢热情 努力也好 怎么样也好 去一点一滴去学习 好 我给这姑娘点建议 好 这个刚才看听了你的经历 其实我 特别佩服你 就是 亭亭玉利的一个小孩 原来很有梦想 结果最终呢 特别现实的放弃了一个梦想 去寻找其他的一条路 我觉得首先呢 像你这种女孩子有这种勇气 我就非常佩服了 但是我告诉你一点 你可能有点问题 刚才各位老师告诉你呢 可能你在文化的基础上的不太够 其实文化基础不够也没有关系 社会上有两种能力 一种叫文化能力 就是我有知识有文化 但剩下的一种能力呢 就是真正的能力 你面对生活当中的一种能力 那我觉得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现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在这个销售上边的 还是缺乏能力的 比较基础 比较基础 但是呢 我因为不太了解这个销售啊 但是就我们去买东西的过程当中 接触的这些销售人员来讲呢 像他这样的 我肯定愿意接受 就是可以促成一笔交易 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不有能力 你要不有文化 当然最好是又有文化 又有能力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呢 是既缺文化 还缺了点能力 好 谢谢 谢谢赵导 谢谢 那个你有没有想过再学习 要学大专啊 本科啊 没有 如果真不愿意回学校读书的话 在选企业的时候 真的还是要选一个 能够未来带给更多系统的 培训的公司 要不然后劲不同 可能头两年挣了钱了 今后怎么办 上刚能让他分享一下 在过去他比较成功的销售经历吗 一直没讲 就是我有卖过零售 然后呢 有一天有一对夫妻 然后到了我们店里 那个女的 男的就长得特别土 特别难看 就像钢松农松农 不用老了 就是长得都平常 然后呢 我就很热情地去 让那个女 就是她的夫人去试衣服 那个男的觉得 她是每一件衣服都好看 但是女的舍不得花钱买 但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穿这个非常漂亮 你穿上这个衣服 就可以提高你的气质 然后呢 会让你赢得更多 就是 那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是真的这样感觉吗 你是否真诚地 站在客户的角度 去感受给她的一个建议吗 我觉得她穿上 我让她试的衣服 会比她原来的衣服好看 OK 好 最后成了吗 成了 卖了几件 卖了有五六条 就连衣裙 她买了很多 就看起来 特别不像有钱人 特别穷 陈静齐说实话 我觉得 可能真的教育 是对你最好的 因为开始一个描述 我觉得有些价值观的问题 土 农村来的 不像有钱人 这词其实都挺有攻击性的 因为在你和客户接触中 如果有可能 你说错一句话 还不买你东西的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 可能多些教育 对你有好处 我可能用词不大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 只有你把客户的这个目的 或者客户的需求 当成你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你才会做成这笔单 好 各位 目标论了 七位留下来 究竟沉静失去时留 销售 选择 四家留下来 听一下十位 伊利诺依 小燕 销售顾问 销售顾问 伊利诺依 来 听回 麦尔广告 麦尔广告 销售助理 销售的产品是 销售的产品 主要是电视广告 和我们所做的 品牌全案服务 来 杰利亚 杰利亚高端品牌的 四场专员 来 艾乐火 我们就是销售 就是把我们这个平台 和这些客户做介绍 然后请他们入住 然后和他们产生合作关系 好的 现在有四家 把其中的两盏灯 先灭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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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华为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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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金威 留下来的两家 艾乐火和伊利诺伊 谈钱不上感觉 刚才赵导已经说了 假如你去卖给他 他都会埋给你的 就这句话 我也觉得他说的非常对 所以我给你的基本工资 是2500加1%的提成 我会给你配一个 非常好的师傅带你好吗 2500加1%的提成 来 对 我们的这个基金 也是2500这些岗位 那么但是他不是提成制 他是一个目标奖金制 对 所以 反正一个月大概四五千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吧 好的 还有问题吗 一直往再往下看 今天爸妈来了 欢迎陈静的爸爸和妈妈 欢迎二位 有什么建议吗 我还是希望他从基层做起 本县我是想着让他是考大学的 他上到初中以后 老师给他说的 你那个外地户口 在北京考大学考不了 从此以后 他受到打击以后 他就不想上了 一个就不想上 我自己家也有公司 我也有200多个员工 可是呢 你还要有公司啊 对 我也不想让他在我公司里干 我就想让他出去磨练一下 您那是做什么的 我做服装的 哦 行 那我就理解了 但是有一事我得 姐姐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咱们确实得跟闺女 有一件事得回家说 她18岁女孩 我不好意思说得太狠 以后不能拿土不土评论别人 姐姐你说我说这对不对 对吧 你说你哪能说这人挺土的 我看着挺没钱的 而且他还说一句说 那个这行业不好混 我也给他提前说过 我不能说这个词 他到这上面又溜出来了 那么 我就说咱们平时交流的时候 对对对对 尤其是做服务行业 哪能看人下菜底啊 我说这个对不对 是 好不好 拜托回家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多说说 好 谢谢 请坐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伊利诺伊 还是爱乐活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伊林诺伊 我妈妈比较赞成我上那个 伊利诺伊 你自己的想法呢 因为我不太清楚那个 就是爱了活那边 对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学历 有些有的词 可能用的不是特别恰当 我以后会用自己的课语时间 多看书 然后呢 丰富自己 不让自己做一个花瓶 我以后会用自己的词